前几天答应了小可爱同学 用沙子来做粘粘球 沙子我没有 但是我有棉花沙 棉花沙这么松软 没准还能做出切丝泥的及时感 这些应该够了吧 哇哦 这样拉伸起来太解压了 但是要想顺利的做成粘粘球 还是得把它团起来 完了完了完了 要散了 看似拿得起来 但是特别容易就散花了 嘿嘿 成功 接下来就是边捏边捏 尽量把它揉圆 有些地方都是空的 我不会把它做成空心球了吧 你们听这个声音 感觉里面好像什么都没有一样 多捏几个颜色 今天把棉花沙做成彩虹球吧 嘴巴一层 用萌萌的小黄吧 这个球怎么样 够圆吗 仔细捏了捏 里面的空心好像不见了 现在这个球好像一个铁球一样 砸下去都不会弹起来了 爆彩虹咯 哎 怎么还会响呀 别说嘿 这个彩虹纹路还挺好看的 剥开的一瞬间 有没有好像在剥核桃 好家伙 还能扯面条 好啦 老规矩 想让我用什么做铃铃球 在评论区告诉我吗 好家伙优优优独播剧场 好家伙优独播剧场 好家伙优独播剧场